這個面膜它就長這樣 你要看什麼呢 也看不到 它就一個白白的包裝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菜 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 年度最好用的五個商品 一定要買的 你這麼嗨是怎樣啦 是多好用 沒有 就覺得很好用 然後我平常不是沒有在做 太多開箱啊 或是介紹商品 除非真的覺得很好用才會介紹 欸 板頭 不可以喔 你要坐好在那邊 嗯哼 它也是年度商品之一嗎 年度商品之一這樣子 好 那我會想要介紹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密 我就想知道我用什麼東西啊 那2020年已經快接近尾聲了 但是這支片上片的時候 會是在2021的時候 20年有什麼節日 要來 過年 過年不用送東西 啊 要啦 要籠包啊 對對對 但是過年就是大人才要就是準備吧 你是大人啊 我是小孩啊 老闆啊 好 那再來要什麼日子 情人姐 嗯 情人姐 大家有沒有想說 啊 情人姐要到了怎麼辦 要送什麼 或是朋友生日或怎麼樣 不用擔心 今天呢 阿菜呢就要來推薦五個 這不是工商喔 五藥 最好用的商品 好 我先來介紹第一樣 第一樣是個 菲利普的電動牙刷 這一支呢 很早的時候 我是在美國買的 然後一用就愛上 然後我室友之後也開始跟我用同一個牙刷 它呢 用完之後 你會覺得牙齒超級乾淨 而且它有幾個不同的MODE 然後呢 它有一個攜帶式的小盒子 就是你出門旅遊的話 都可以戴這樣子 然後呢 它的頭是可以換的 如果你看到這邊的話 它可以換很多不同的頭 所以呢 我超級推這一支 我今年已經送出了差不多五支了吧 阿我怎麼沒有拿到 你是今年年底開來的 朋友生日啊 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實用 然後很適合送人 然後這一支啊 你們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 真的價格 是不是有點貴 這支差不多是在八千左右 但是如果是你碰到週年慶啊 在打折的時候呢 應該可以到七千出就買得到了 重點是它不是只有黑色喔 它有白色 然後還有 董紅色啊 我覺得 非常值得 我試過很多其他家的品牌 我覺得其他家的品牌呢 CP值啊 耐用度啊 其實都沒有菲利普來得好 所以這個介紹給你們 年度最愛好嗎 好 現在來到第二個 必買的小物 就是我們的卸妝膏 這個是倩幣的卸妝膏 其實我這個用了差不多 快五年吧 我不是說這一瓶用快五年 我有在卸妝好嗎 因為我有一次在飛 然後我的朋友介紹給我 因為我之前好像是會用那種 很像布的東西擦 喔 那個卸不乾淨 而且你臉會油油膩膩的那種感覺 然後或是用卸妝那種乳啊 或是用卸妝油 然後我都覺得沒有很喜歡 然後有一次 我朋友就說 欸你怎麼不買這個 這個超好用的 不管什麼東西它都卸得下來 然後我才想說 欸那我來試試看 結果一用就愛上 然後那一天呢 雨昕到我家 還記得雨昕到我家過夜嗎 她就用我的卸妝膏 我用完之後 她就說天啊也太好用了 然後把她去大買特買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 她的那個高的質地 嗯 差不多是長這樣 然後你可能就是 挖多少 就挖你的一個 手指尖 差不多這麼多 然後揉一揉 不要有水 然後我往我眼上就是搓一搓 搓完之後呢 差不多搓個 我都30秒鐘啦 左右 因為我比較懶惰 然後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眼睛我也是直接用這一瓶 我沒有在分的 喔喔一罐用到底 好方便喔 然後這一罐呢價格大概是在 1200左右 如果是有週年輕人 或是有活動打折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在1000左右就買得到了 然後 一瓶還用蠻久的 好這就是第二個我想介紹給大家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這樣子 那我要介紹第三個超好用必買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面膜 面膜在市面上有很多種大大小小 不管是貴的便宜的 基本上你能看到就是一大堆 但是有些人就是覺得說 欸不知道到底面膜用了有沒有用 好不好用 因為用了跟沒用好像也差不多 現在手上要介紹給大家這款面膜 登登 AHC的玻尿酸面膜 這一款面膜基本上呢 是杰琳送給我的 然後這是杰琳的那次拍我的一天的時候 他送給我當就是謝謝小禮物的 然後我覺得真的超級好用的 因為我對面膜其實還蠻有感的 這一款面膜敷上去不得了 就是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水全部滋潤在你的皮膚裡面 然後深深的包住 然後你就這樣碰一下 你就覺得 不知道被彈到哪裡去的那種感覺 真的超級好用 而且你知道它有趣的是 它會長這樣子 它有一塊是貼在你的臉上 眼睛下面 就感覺是 噢眼膜 對眼膜 然後整個敷上去 然後之後呢 它會把你的眼膜融化掉 就滲到你的肌肉裡面 噢 它會融化喔 對 沒錯 牛逼的 所以你看我都很省 它裡面只有五個 我還剩兩個耶 所以 從它那時候到我這邊 我只用了三個而已耶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 生日啊 女生朋友生日啊 或是聖誕節什麼要送的話 我覺得它收到 一定就是超開心 然後又會覺得超實惠 就是它是個有用的東西 嗯 然後又好看這樣子 然後啊 那那個不好意思 我就是 從看過賣 欸 我要演戲 你不要一直這樣子 好不好 他剛才嚇一跳 然後這一塊 我在網路上稍微找了一下 價錢差不多是在 七百塊左右 七百塊台幣五片 那我跟你講 你一定沒有是用過這個面膜 這個面膜我上次拿給許瑜喔 你知道我只拿給他一片 他敷完立馬 隔天下單五十片 不是 但是 你現在是要來跟我PK這個面膜 我要跟你PK 這個面膜它就長這樣子 你要看什麼呢 也看不到 它就一個白白的包裝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 鑑片奇團 沒有啊 它有那個mark啊 他們就是省下包裝費 你的意思就是像買房 然後就是 公色就是很少這樣之類的吧 對 然後你買的很便宜 但是裡面住家超美的那種概念 有沒有 它這個是肉毒面膜 而且 它敷完喔 臉會超亮 我們的影片很real 那你就直接拿出來跟我PK 我說 嗯 這是我覺得 這一年覺得超好用的東西 它說 欸我覺得我的比較好用 它是網紅界很有名的肉毒面膜 那我怎麼不知道 我不夠紅 你就露掉啦 哈哈哈哈 沒有 那這邊有天生粒子啦 就不用再用什麼好不好 嗯 所以 所以你不能 講個所以然 給大家找一下嗎 裸光景致面膜 那這樣子怎麼買 我是去網路買的 然後它是單片 我是買99塊 然後 10片的話 它每一片是90塊 所以這一片是要 呃 700除以5的話 等於是140 這一片140 然後這一片是99 那你們自己去PK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我還沒試用過 我這兩天才試用一下 那你們現在又多一個選項 結果用完馬上下單100片 現在來到我們第四個超好用的小物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要看人 因為我本來在香港就有一台這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超好用 但是呢 它就是有點吃語言 像妹妹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人 美莎小魯用 哪有 超好用的 好我們趕快來介紹它 它就是我的 Alexa 其實它會講很多語言 但它可惜的就是它裡面沒有中文 除非你問它這個東西中文怎麼講 它會告訴你 但是它沒有中文的那一家 它不會講中文 然後我們現在先試用一下Alexa 譬如說 再難的數學題它都會吧 所以我們現在出一個數學題難的 來 3乘2-5 Alexa What's 3 times 2 divided by 5? 3 times 2 divided by 5 is 1.2 你看Alexa好聰明耶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感覺 因為我想說都聽不懂是怎樣 不知道你在問什麼 沒關係 那我可以問說 Alexa How do you say Happy New Year in Mandarin Happy New Year in Mandarin 新年快樂 喔~~ 你看 所以如果它是 會講中文的話 它不就很有趣嗎 然後我知道在美國的話 如果你有其他東西的話 它一樣可以控制你的燈 譬如說你要睡覺 你可以加完燈 或是你在煮飯 你可以加它就是烤幾分鐘 我覺得Alexa 應該是我目前看過 數一數的厲害的就是 AI這樣子 然後我就自己很喜歡 嗯~~ my new friend 你不需要Alexa啊 你有妹妹就好啦 要Alexa幹嘛 妹妹 5加3-8乘6 是多少呢 5加3-8乘6 0 我覺得妹妹不精準不精準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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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Alexa 然後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嗯~~ 喜歡 好啦 現在來到最後一項 那最後一項是我們的重頭戲 它應該算是裡面 價錢比較高的一個 可是我覺得很值得 那我現在要拿出來囉 它就是 啊~~ Dyson的 Air Rub 捲髮器 大家會問我說 嗯~~ 吹風機其實好用嗎 好買嗎 如果你的頭髮是多的 像女生 頭髮很多的話 我覺得它的吹乾度是快 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 順髮器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捲頭髮的話 我建議你要捲頭髮的時候 你頭髮要順著把它吹直 因為這樣子 它才不會毛毛的 那我覺得這一台 真的是超好用 啊不是啊 你都在外面洗頭 你要這台幹嘛 不是那是因為我沒有這台錢 我在外面洗頭 你不要騙了啦 有這個頂多三分鐘 你還是出去洗了啦 2021 新願望 我從今以後 除了工作 去外面洗頭以外 我都自己造型我的頭髮 啊如果沒有咧 如果沒有怎麼辦 沒有就拿這一支 擠卡丞 真的真的我會努力啦 然後呢 它的捲的方式 並不是用手這樣捲 因為有時候你會躺好你自己嘛 它是直接放著 它就會自己捲上去 然後它是 康達效應的一種 空氣力學的研究 然後就覺得 喔好厲害喔 然後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告訴你一開始 我想說嗯這個東西怎麼可能好用 用完超好用 頭髮馬上漂亮起來 不用花很多時間 這一台呢 一整個組合 差不多要一萬七左右 嗯 可是我覺得是超級值得 就是什麼都有 而且基本上 可以用很久 就是好的東西 就真的是 你可以一直用 然後又保護自己的頭髮 現在就要拿妹妹來示範 OK 現在妹妹已經坐在我們旁邊了 然後呢 它其實有兩根 你想說 欸這什麼東西 它就是有外捲跟內捲 如果你開它會燙的話 基本上你就拿它上面這個頭就好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 把這樣把你手應該會斷掉 那我們現在開始捲囉 基本上呢 一樣就是你 先捲完是用熱的嘛 開到最強 捲完之後呢 你可以往上推 一推它就是變冷風 然後就是讓它滾到 然後十秒鐘 我現在就以它的頭髮來做標準 就先把它拿起來 然後把它打開 好然後直接這樣子 它就會自己吸進去了 有沒有看到 自己整個吸進去了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平一下 然後往上推 讓它變冷風 然後放開 你看 一整個頭髮 直接捲起來了 你看就一種小膨感 可是因為它頭髮太轉了 那我用我的好了 妳是不是昨天玩到半夜 不要 我用我的給大家看 像我的頭髮啊 我就把它打開 然後把它這樣子 弄上去 它就會自己吸進去 有沒有看到 你不要拿太多啦 然後你就慢慢的拉一下 然後再回去 再拉一下再回去 你的比較順 對我的很順 而且你用完啊 不會就是硬硬的 它超柔順的 嗯 好反正我覺得很推 你只要送這一組 絕對不會被打敲 好啦今天呢我們就介紹五樣 2020年我覺得自己買的 非常得意的 好用小物 其實也不能算小物啦 就好用的東西這樣子 那如果2020年呢 你想要送別人 或是你覺得不知道送什麼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支影片 如果你們想要看這一支 相信我的開箱的話 那就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可以再做一支開箱 順便把它的直靶器 跟大家一起開箱這樣子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大家掰掰 掰掰 你是不是一支牙刷刷要疊的那一種 沒有啦 就每一個月會換一支 你每個月會換一支 對啊我們家都是這樣啊 蛤? 那你的習慣很好 你牙刷用多久? 大概三年吧 沒換過 換過五次 三年換牙刷 你知道牙刷上面是很多那個就是 細菌 比馬桶還髒 對啊你每天都用馬桶在刷牙耶 我跟狗一樣 真的假的 你說那一隻狗嗎 狗狗要刷牙 那我跟狗不一樣了 哈哈哈哈